郭树青 在我国金融某些领域 某些环节垄断和不正当竞争问题突出 金融领域的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是实现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也是金融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 当前 我国金融领域在公平竞争方面存在哪些问题 金融管理部门采取了哪些举措规范发展 防范风险 我国金融业在高速增长阶段吸引了各类资本进入 产业资本参股特别是控股金融机构后 如出现违规关联行为 可能使商业风险转化为金融风险